欧洲进入疫情的高峰 各地都可以看到激增的感染数 而为了控制疫情 奥地利政府实施封城 但是却只针对没有打疫苗的人 除非必要的工作 超市采买之外都不可以出门 甚至还部署了加强警力严格执行 违规的重罚将近4万6新台币 是全球第一个这样子做的国家 而西欧的其他国家 包括了德国也正考虑效法 在法国封城封怕了的民众 也有人表示支持这样子的政策 而至于在俄国 上个星期才刚解除工作禁令 却仍然没有办法有效控制住感染数 周一单日新增死亡数高达了1211人 逼近了前一周的最高数字 而冬天是疫情最容易蔓延的季节 因此英国准备开放40岁以上 接种加强剂为抗疫做准备 打鼓躁动 大约有上百名民众 聚集在奥地利政府大楼外示威抗疫 因为从周一开始 没有打疫苗的人非必要不得外出 目前针对最严重的两个帮 萨尔斯报和上奥地利实施为期10天的部分禁足措施 并且部署警力彻底执行 违规者最高将被重罚1450欧元 相当于将近4万6新台币 这项新的政策估计约约有200万人受到影响 为打疫苗的民众除了购买民生必需品 户外运动看医生之外都不能出门 就连上班也必须提出阴性筛减证明 目前奥地利的疫苗接种率为65% 为全西欧最低 政府除了要提高疫苗施打之外 也为了避免医疗系统不堪负荷 在原本公共场所2G 接种和痊愈的防疫规定下 又端出更严格的限制 逼得民众只好乖乖去打疫苗 不过有专家认为光是这样还不够 而在德国也正面临疫情升温的威胁 自疫情以来第一次 平均每10万人 7天的发病率超过300 迫使政府陷入是否提高 防疫政策的抉择当中 目前德国许多地方都已经实施了2G防疫 部分地区实施3G防疫 简单来说这是进出许多地方 需要提出接种康复或是检测证明的政策 因此现在想要打疫苗的德国人 从楼梯间排队到大楼外 而当地政府将会在周四开会 决定下一步的防疫政策 至于在法国则正面临第五波疫情 与潜在封城的危机当中 自十月中旬左右以来 法国每周新增的病例数 都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 单日新增的确诊平均数 甚至超过一万例 有民众认为像奥地利一样 实施针对未接种者的封城 或许是一个好方法 俄国在上周结束带新停工假期 却完全没有阻止疫情蔓延的迹象 周一单日新增死亡数 高达一千两百一十一例 毕竟上周最高数字一千两百四十一例 现在许多地方都要求顾客 要扫QR code证明 已经施打完疫苗才能进入 至于英国则正准备开放 四十岁以上民众加强针的施打 为了入冬抗疫做准备 欧洲如今又重返世界大流行的中心 如何更进一步的提高疫苗覆盖率 是各国政府的重要课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